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后阶段 美国为确立其战户在远东及全球的战略优势 决定在苏军参战之前 对已经处于穷途末路 节节败退的日本帝国主义 实施核打击 迫使日本迅速投降 8月6日 美军的一架B-29攻炸机 飞临广岛上空 投下了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这是原子弹第一次用于战争 随着这朵巨大模工云腾空而起 广岛遭受毁灭性炸击 王屋被夷为平地 死伤十七余万人 三天后 美军又在长期投下了代号为胖子的第二颗原子弹 死伤6.6万人 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令世界震惊 也是当时唯一掌握原子弹这个超级杀人武器的美国 拥有了皮泥天下 玩弄核讹诈的霸权地位 但是偏偏在山沟沟里指点江山的毛泽东 不信这个邪 与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集团 展开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搏杀 经过三年苦战 取得三大战役胜利 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忠